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杨阳和王楚然疑似分手 原因和你我是一样 杨阳和王楚然 这两位演员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表 还具备了扎实的演技 杨阳的阳光笑容和王楚然的清新气质 使得他们在演艺圈中备受瞩目 在表演方面 杨阳和王楚然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 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无论是杨阳的现代戏 还是王楚然的古装剧 他们都能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相信他们将继续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是在一个学校里读书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那种对生活充满热情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 他们喜欢一起讨讨论未来的计划 喜欢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他们也喜欢一起做许多有趣的事情 一天 杨阳和王楚然决定去爬山 他们选择了附近的一座高山 准备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爬山的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相反 他们更加努力地向前爬行 希望能够到达山顶 当他们终于到达山顶时 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 他们看着脚下的风景 感到自己仿佛能够征服整个世界 在这个时刻 杨阳和王楚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们感到彼此之间 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和信任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杨阳和王楚然一直在一起学习和生活 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一起做各种有趣的事情 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 他们也越来越了解对方 然而 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王楚然的家人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 王楚然也要跟着家人一起离开 杨阳和王楚然之间的关系 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他们的关系 这对娱乐圈的情侣疑似已经走到了分手的边缘 根据刘大锤的爆料 杨阳和王楚然在同一个地点拍戏 但是两人并没有同居 王楚然更是离开了杨阳的住所 事实上 早在杨阳和王楚然的恋情曝光时 就是刘大锤率先曝出了这对恋人的消息 当时他无意中目击到王楚然 进入杨阳居住的高级酒店 而两人并未同框现身 仅凭这一线索 足以让娱乐圈陷入了疯狂的揣测之中 杨阳和王楚然分手的主要原因是 两人工作的繁忙和生活节奏的不同 虽然杨阳和王楚然的社交账号里 再也没有合照 但是我们并不能直接证明两人已经分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 更应该保持理智 等待当事人亲自的回应 希望这对情侣能够克服困难 继续携手前行 毕竟娱乐圈中的分分合合是很常见的 希望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